大家辛苦了 姚夏车窗会挥手 仿佛就是要刻意说挖舞来 林嘉隆到行政院长苏贞昌关底 因为苏奎找来新北37名议员参选人便当会 本来说不来 峰回路转林嘉隆临时出席 他还表示他的重视跟诚意 或许就是怕再被解读派系整合出现问题 苏贞昌25 26号连续两天举办三场 和新北议员的便当会帮忙冲 毕竟林嘉隆再不拼也不行 平面媒体最新民调显示 侯友宜以五成七支持度 大幅领先林嘉隆的二成一 难道是因为这样 部长正在化妆 化到一半投出来其实也不太方便 那这个如果民调部分 就由我简单先来回答 本来说好先联访林嘉隆却临时取消 在2014年的时候 苏列伦也曾经以非常大的幅度 领先这个游席昆院长 但是最后的结果只差不到1% 2万多票 那所以我们也是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等等 但发言人说的这场选战 最终游席昆是小叔 至于对手侯友宜 民调都是一时的 最重要我们还是要认真努力 假踏实地的好好做时期 老神在在毕竟抢救嘉隆苏奎出手 但民众支持度的数字才是真的 TVVS 员崔仲群里学位化消费 你作为AGM小组台北报道 请支持TVV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